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本期视频中,我将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在华雷HarmonyOS手机上安装谷歌GMS服务框架。 安装完成后,你的华雷手机就能畅通无阻地使用各类谷歌应用了。 比如YouTube、谷歌地图、Gmail,还能轻松下载和运行ChatGPT、TikTok等热门应用。 在正式开始安装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进行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以确保安装过程顺利进行。 以华为Mate 40 Pro系统版本4.2.0.138为例。 进入设置、系统和更新,系统导航方式更多。 然后关闭悬浮导航。 进入设置、系统和更新。 找到并关闭纯净模式下的增强防护。 进入设置、应用和服务。 找到并关闭应用分身。 进入设置隐私空间。 关闭隐私空间。 进入设置电池。 找到并关闭省电模式。 我们来删除之前安装过的旧版本谷歌数据。 首先打开设置、应用和服务。 找到应用管理。 点击右上角四个点。 点击显示系统。 输入Google。 删除Google相关数据。 如Google Play服务、Google服务框架。 Google账号管理、Google Play商店。 以及最后一个GMS相关程序。 继续删除谷歌相关的Shared Library程序。 最后删除Micro-G相关程序。 接下来我们开始安装谷歌服务助手。 解压压缩包。 将里面的Backup文件夹复制到画雷目录下。 如果这个目录下有Backup的话,覆盖Backup文件夹。 打开设置、系统和更新。 日期和时间,关闭自动设置。 更改日期为2019年。 进入设置、系统和更新。 打开备份和恢复。 点击右上角的四个点。 从内部恢复,选择恢复。 按屏幕上的提示输入密码112345678。 点击完成。 点击完成。 回到桌面,会有一个谷歌服务助手。 先打开设置,找到系统和更新。 日期和时间,打开自动设置。 回到桌面,打开谷歌服务助手。 点击激活。 不要点开始下载。 安装MacroG,登录谷歌账号。 打开文件管理。 找到解压好的文件夹,安装MacroG APK。 安装完,选择打开。 如果选择完成的话, 则需要进入到设置里,去打开。 设置、应用和服务、应用管理。 搜索MacroG, 点击右上角这个齿轮。 然后点击Account,点击Sign In。 此时,有可能会闪退一下。 闪退后,我们点重新登录。 这里,我切到后台去登录一下。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登录。 如果有多个账号,在这里一次性登录完,因为后续是无法进行登录的。 确认一下是否成功登录。 打开设置、用户和管理。 这里会有一个Google,说明我们已经完成了登录。 接下来,我们安装Google。 接下来,我们安装谷歌的其他软件。 一号和二号,分别是谷歌的账户管理和谷歌的服务框架。 按顺序安装它们。 安装谷歌账户管理。 了解风险。 安装、输入手机密码栏程。 继续安装谷歌的服务框架。 继续安装。 输入手机的密码,然后完成。 因为已经安装Google账号管理了,就不需要MacroG了。 设置、应用和服务、应用管理。 搜索MacroG,点击MacroG,点击左上角的卸载。 继续安装剩余的谷歌软件。 安装谷歌Play服务。 继续安装。 继续安装。 完成。 然后,等待通知栏弹弹窗。 弹窗了。 设备未获得保护机制认证。 先不管它。 我们继续安装四号软件。 继续安装。 继续安装。 允许接受。 进入Play商店后,在这里就可以下载很多应用了。 但是,我们要先解决前面的弹窗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到我们的电脑。 打开之前解压后的文件夹。 找到Windows App,打开Disable,GSF,Bet。 提示这个就说明我们已经成功停用了GSF。 也可以到应用管理里,确认下Google服务框架旁边是否有意停用。 如果谷歌陪商店打开后无法正常使用,我们可以通过清除数据解决这个问题。 打开设置,应用服务,应用管理,显示系统程序,搜索Google,点击Google服务框架右上角的启用。 按顺序清除Google服务框架和Google Play商店数据,存储删除数据。 重新打开Google Play商店,重复上述步骤,直到可以正常打开Google Play商店。 再使用App停用GSF。 最后,重启手机系统。 接在Google服务助手。 打开设置应用服务,应用管理。 搜索Google服务助手。 点击Google服务助手。 卸载,停用并卸载。 检查FCM状态。 打开电话。 拨号星警星警426警星警星。 出现Connected表示是连接状态。 设置推送。 找到Google Play服务。 给Google Play服务。 添加位置和媒体权限。 设置,应用和服务,应用管理。 将Google Play服务和Google Play商店设置为手动管理权选。 将其他需要FCM推送的APP也设置为手动管理权选。 最后,感谢收看,记得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之后会继续更新更多视频教程。 敬请期待。 如何。 雀式当地的一定属于。 恋的认定里。